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PythonRect 分析提取图片中的文字 而且支持中日英多语言 对 是这样 通过您今天看我这个视频 您会了解到咱们如何使用Python语言 咱们解析图片中的文字并把它都提出来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哦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Python库PyTetherRect的实现图片文字的提取 该怎么做 好 首先给您看一下官网 说官网其实就是它的github 咱们看一下 这个软件包是开源的 我给您介绍的软件99.999%吧 都是开源的 咱们看这是它的github 它里面也写了一些使用的方法 我都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方法 您看我的这个视频就够了 OK 咱们关掉 好 是这样 您如果想用它这个库的话 是有一个前提的 什么前提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您需要安装TetherRect OCR这个软件包 这个是google发起的吗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识别率很高的一个软件包 您把它安装上之后 才能够使用今天咱们这个PyTetherRect进行开发 是这样 今天咱们这个Python包 其实就是和这个软件包的做一个插件连接 对吧 其实真正干图片实际工作的话 还是这个TetherRect OCR这个软件包 如果说没装这个软件包的朋友 我推荐您看下我的另一篇的这个文章 另一篇的这个视频 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我给您讲到如何安装这个软件包 同时我的代码 包括部署都放到了Github上 好不好 您访问一下这个URL 先看一下这个软件包该如何安装 如果说您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么好 咱们接着往下走啊 实战演习 该怎么做 是这样 今天我用Python给您读取图片解析显示 对吧 要做这么一个工作 那么首先的工作是读取图片 在读取图片的这个工作中 我使用了PyTetherRect这个裤 为什么 因为咱们今天在做PyTetherRect这个裤 这个裤 它不负责读取图片 它只负责解析图片数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咱要装两个必要的裤 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其实这两个裤 我本地已经安装过了 但是为了给您演示 那么我今天就再安装一遍 好不好 马上开始啊 OK 然后清屏 咱们先装Pyllo 好 因为我安装过 所以告诉我安装成功了 对吧 最新版本720 然后咱们再装PyTetherRect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 所以它是说你已经安装成功 好不好 OK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咱们就能够解析图片咯 其实呢 我给您提前准备好了三张图片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三张图片分别是 英文的一篇文章 对吧 中文的一篇文章 还有呢 日文的一篇文章 你说能不能翻译韩文 阿拉伯文都可以啊 您只要下载它相应的软件包就可以 咱们下载 我那期视频就讲啊 好 咱们先少许 我把这个网子关掉 好 那咱们马上建个文件 就叫做man.py 好不好 咱们就实际解析一下啊 先清屏 nano man.py 一回车 然后咱们拷代码啊 第一行 import image的文件 这个类 为什么呢 因为要读取这个图片 第二行把咱们今天这个主角色拍TetherRect import进来 然后一行代码就能够执行啊 咱们看一下啊 这代码内容就是说 咱们引用到这个PyTetherRect cool 然后它里面有个叫做imageToStream这个函数 把图片转换为字符串 是吧 咱们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咱们通过这个image pillow的image 打开这个文件的图片的对象 然后呢 返回一个图片的数组 对吧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呢 是咱们指定 这个图片中是哪些语言啊 咱们要怎么翻译啊 我这说 您要翻译成英文 其实就是英文的嘛 对不对 OK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啊 咱们马上跑一下试试看 我这存盘退出 然后清评 Python 空格 敲闷 一回车 注意看 它把那个图片翻译成了字符串 出来了吧 这不就是个字符串吗 这就是PyTether中的字符串 对吧 我通过PyTether把它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非常没问题 非常方便 好 那咱们先扫回去 再试试简体中文啊 我把这行英文代码给它屏蔽起来啊 OK 那咱们试试简体中文 存盘退出 清评 再运行 注意看 Let's go 请注意 它在翻译这个图片的时候 跟着您的这个图片的复杂度 可能会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你看像我翻译中文文章大概花了一秒钟时间 是吧 大概你看 翻译的还算准确 这个地方翻译错了 夺完之后 这应该是夺冠之后 稍等我看看 这应该是夺冠之后 它翻译成夺完 就是说它这个扫面还是有缺陷的 大家请看 夺冠之后 利物浦彻底放松 对吧 然后我这个地方翻译成是夺完之后 利物浦彻底放松 稍微有点 miss 这个没有办法 对吧 好 那咱们英文中文都行了 再试试日本 你哄过 是吧 空气吸发 就这个 试试 试试 把它吸发 OK 其他创传都会变 直播这地方是GPN 对吧 好 存盘退出 因为日语还支持垂直显示 我回头有机会再给你显示垂直的 咱们今天先来这个 横板显示 Go 这个花的时间好像稍微还长一点 为什么 因为图片比较大 内容比较多 是吧 这个怎么说 这真好是这篇文章 就是说这两天18岁的一个骑士 他取得了一个冠军 他这写17岁 应该是18岁了 不管了 咱们请看 日文文章也成功翻译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可能有些个scam miss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准确率我认为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今天做我视频的推荐给您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因为过两天我要做图像画面分析 图片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去提取一些画面中的文字的内容 比如说今后我要做Game AI 我就会把游戏画面抓下来 然后我得看现在是 比如说还剩多长时间 还剩多少秒 然后我的血条多少 换句话说 可能是我在做一个自动开车驾驶 对吧 我看一下我当时速度多少 是80 是90 是120还是140 然后根据这个 盘到我这个路况 看前面这个汽车离我近不近 还是远不远 我是不是该踩刹车 就这种东西 就是说 不管做哪个领域吧 只要您要做到AI人工智能的方面 可能您不仅仅是分析画面上有什么东西 有人 有猫 有书 有树 有汽车 您还要分析一些个数值的内容 就是说这个画面 这个图片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对吧 这个时候我觉得 普通的这个画面认识 CNN的网络可能并不能够识别 它只能够抽取图片特征 它不明白是什么意义 如果想明白这个图片的意义的话 咱们程序想明白图片的意义的话 我认为要通过图片中文字的描述 或者说数字的描述才能够表达 所以说我建议您 如果想做图片分析的朋友 应该试下这款软件 对您图片分析的领域 我觉得是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我今天这个代码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 您下载实际运行一下 看看您的环境中能不能识别出图片的内容 OK 以上就是这么多了 然后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也感谢您对我的频道的支持 好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一段视频 再见咯 拜拜